大家好 我们本节课 继续来讲解数据结构面试题的剖析当中我们的单链表的有关知识点 上节课呢我们讲解了单链表的链表结构 以及呢我们单链表 它的链表类就是list Lank类的一个这个定义过程和部分函数的这个实现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 来接着这个listLank类的这个函数的一个这个实现过程进行这个实现 首先呢我们上节课呢讲解了它这个isEmpty的这个就是判断它是否为空这个函数的这个实现过程 这一刻呢首先呢我们先来看 它的这个clear函数 Clear函数 BullLankList AlumType Clear 它是净空单链表 净空单链表 然后呢 是这个 Node AlumType 星P 等于head接next 它 这个返回之类型为 void OK 然后的话呢 Wire循环里面判断 P 是否等于那了 P是否等于那了 如果他不等于那了的话呢我们就清空它 head接next 等于P 接next Delete P P 等于什么呢 head接next 最后呢 最后呢 是它这个lens 等于0 这是清空链表 接下来我们 呃再来看据说是 一次对我们这个delete Label呢 来调用我们这个访问函数 void lanklist alumType Traverse 然后呢 参数呢为 Cost alumType 按的符号 Cost 好的 首先的话呢我们需要定义一个这个节点指针 node alumType 星P 等于head接next 然后呢我们判断vr P 不等于那了 啊就是我们这个便利他对delete当中的美国元素的调用我们这个vist来访问 星 vc node 参数呢为p endeter p 等于p jnext 好的 接下来呢 ElemType,LocateElem Cost 好的 这个函数里面呢 我们是元素定位 元素定位的话呢 当然了 首先呢我们需要了解他的 先定一个这个一个指针 跟我们前面一样 先定一个指纹来定位 他的这个位置所在 在我们列表的位置 哪一个 所以呢 ElemType 定一个星P指针 首先呢 让他初时化指导的 我们这个 HeadGenext 定一个印度型的这个变量 Cost 来计数 where P不等于哪了 and and PGendator 不等于E 要满足这两种情况下 我们才去 继续往后走 让这个Cost呢 进行自家 P 等于PGnext 如果不满足这样的条件的话呢 我们就找到了他这个位置 就是Return什么呢 或者是没找到Return 这个P 不等于那了 就是判断我们P是不是等于那了 如果不等于那了的话呢 我们就返回 它的这个Cost 如果等于那了的话呢 返回0 就是说是没有 它的这个位置 在我们练表当中呢 没有相应的元素 这是元素定位函数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 呃 就是链表存在 我就说是判断我们这个链表存在第一个第二个元素的时候呢 用E返回它的这个值 就是得到它的这个元素值 Standards BlackList ElonType GetElon IntI ElonTypeE Cost 函数题里面呢 首先呢 我们需要就说是来判断的时候呢 当这个链表存在第二个元素的时候呢 用E返回它的这个值 当然我们需要判断Fi 小于1 或者说是什么呢 I大于Length 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直接RetainError RangeError ElonSt 的话呢 我们 就来返回 呃 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值 用E返回它的这个值 ElonSt Node 星P等于 Hell gen next 应的count for什么呢 count等于1 count小于i count加加 for循环体里面呢 我们 首先呢 需要得到我们 让这个P呢 它指向第二个节点 P等于 P gen next 让E返回第二个元素的值 E等于 P gen data 然后呢 我们需要什么呢 我们 我们 E呢 它这个需要放到后面 E等于P 加data 最后呢 我们需要这个返回 Entry found 好的 这个呢 是我们的什么函数呢 是这个得到元素的值的这个函数 然后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这个setElem setElem呢 它的这个实现呢 也是比较的这个简单的 也是比较这个简单 当然我们首先呢 是模板 它只是 我们是这个模板类嘛 实现的时候呢 也是这个比较这个复杂的 了解了我们这些呢 当然在面试的时候呢 它没有我们这么复杂 没有这么复杂 它是比较的简单 但是呢 我们了解了这些知识之后呢 应对面试是绰绰有余的 Standards LankList ElemType SetElem IntelI CostElem AnaE 首先呢 我们需要判断 Fi 小于1 这个跟我们 上面这个是一样的 我们直接呢 把它这个复制粘贴过来 Els Els什么呢 对这个node型的 ElemType 星P 等于head 接什么呢 接Next 然后呢 定一个 Int型的 这个Cost Cost Fall 抗了等于1 抗了小于I 抗了加加 这里面呢 我们是取出 DX接待这个指针 P等于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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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让P呢 加Data呢 等于E P 加Data 等于E 前面呢 是让E等于P 加Data 我们这一块呢 是让P Data呢 等于E 最后的话呢 我们就是这个 Return Success Return Success OK 接下来 我们再来实现 删除元素 Delete Atom 删除我这个接电 LankList ElemType Delete Atom Delete Atom Delete Atom Intl I ElemType E Delet 的话呢 它呢 其实呢 也是比较的 这个简单的 当然呢 它的这个 首先呢 也是一样 需要来判断 它这个I呢 呃 是不是 五为空的 如果它说是 不成立的话呢 这个这个I 这个范围就错了 就没必要呢 进行继续往下执行了 二次的话呢 这是 if else 首先呢 我们需要定义 两个 呃 指针 Node ElemType 星P等于 Head 然后呢 定义一个星Q 星Q 接下来定义一个 这个也是一样 硬刀型的 这个Cons 技术 Four Cons 等于1 Cons 小于I Cons 加加 让这个P呢 等于P Next 等于P Next 好的 让我们这个P呢 直向这个下一个元素 然后呢 然后呢 Q 等于P Next 这是Q指向第二个节点 P Next 等于Q 接 Next 就是删除节点 E等于Q 减 Data E等Q 减 Data 然后呢 让我们这个Lens呢 减减 最后呢 这个释放被删的这个节点 DeleteQ 就可以了 最后呢 我们这个Return Success ReturnSu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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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释放 释放 被删的节点 释放被删的节点 而这一块呢 是删除节点 删除节点 好的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再继续呃 来看 就是我们的这个插入节点 这个插入节点 也是我们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函数 Standards LikeList ElemType InsertElem Intel Cost ElemType AndE 这里面呢 首先呢 我们这个操作的结果呢 就说在带链表的第二个位置呢 第二个位置前 插入元素E 当然呢 也是一样 我们需要来判断 if什么呢 A 小于E And I 它大于 Less加1 则Return Error Return Earth的话呢 我们去来进行这个节点的这个插入 接着这个插入插入的话呢 他嗯 不要那个这个简单的 首先呢 我们也是一样 需要定义我们的这几个这个变量 然后呢 再进行定义了变量之后呢 再进行这个变力 for 抗了等于1 抗了小于I 抗了加加加 首先呢 我们让这个P呢 等于Pgnext q 等于先申请内存 呢 申请内存 New Node ElonType Pgnext 让我们这个Q呢 呃 这个生成这个新的这个节点 如果这个 呃 申请内存失败的话呢 我们呃 就来这个 中日程序运行 下来将这个Q呢 插入到列表当中 就是我们这个 这是一个这个新的这个节点呢 新的节点 将Q呢插入到我们这个节点当中 Pgnext呢 等于Q 然后呢 长度呢 呃 插入成功之后呢 呃 单链表这个长度呢 就加了1了 Lens呢 自加 就可以了 最后呢这个 Return 什么呢 Success Return Success 呃 这个是链表的 呃 节点这个插入 还有呢 呃 这个是 呃 我们的这个 呃 他还有一个这个重载的这个函数 就是插入到 呃 末尾 将我们的这个节点 呃 插入到末尾 首先呢 也是这个摩板 摩板 然后呢 呃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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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cklist Elem Type 用SortElem 插入到节点呢 他就不需要呃 呃 参数Elem 直接是我们的元素 Elem Type 按E 也是在我们单链的表尾位位置插入元素E 定义 中间变了指针 Elem Type 新P 新Q 然后呢 第一步呢 我们把我们生成新的这个节点 我们生成新的这个节点 等于 New Node Elem Type 节点的这个呃 元素呢 存储我们这个E 然后呢 如果申请失败呢 就调用Assert函数 来关闭呃 程序 呃 关闭程序 接下来呢 呃 呃我们在for循环当中呢 呃进行这个处理 呃让这个 p 指向 末尾 for p等于head p gennext 不等于那了 让p呢 等于pgennext for循环体里面呢 首先呢 我们让pgennext等q 就是在单链表的表尾位位置插入性节点 pgennext 哦 不对 这个我们 让他p 呃先运动的先 先将这个p呢 移动到表的最后一个位置 然后呢 让 他最后一个位置的next呢 等于q 就插入了表尾了 然后呢 让这个lens呢 进行自家 插入这个成功后 让这个链表常动的加1 然后呢 return success 说到这里面呢 我们在前面的这个程序呢 需要改 需要改 我们呢 for循环的话呢 他只管这一个 只管这一个 他是让我们的这个p呢 进行 循环 让这p值这个 p等于pgennext 他的目的呢 是让p呢 指向我们的 第i-1个节点 然后呢 让把这个q呢 给他这个插入进去 而这个删除节点呢 他也是一样 他的这个目的呢 是让这个p呢 指向i的这个i-1节点 让q呢 删除q 就可以了 删除节点q就可以了 好的 这是插入 呃在表的这个 嗯 末尾呢 链表的这个末尾呢 插入一个这个节点 嗯 插入节点 然后呢最后呢 我们有这个 呃 复制构造函数和这个 复制原算符 首先呢 我们先来看这个复制构造函数 图表的更多 Fullgoat 还入 blanklist enum type blanklist 参数为 const blanklist elementyp 这里面的目的它是什么呢 测试结果 复制构造函数 它由单列表LA 构造新的单列表 它是一个单列表的LA对象 然后呢 由它来构造新的单列表 首先第一步呢 我们是取被复制单列表的长度 int laLength 等于la.getLength 得到它这个长度 然后呢 定义一个元素 AtomE 然后呢 构造投指针 head 等于new node elm type 构造了之后呢 接下来构造 如果说判断我们这个构造 投文件 投指针失败的话呢 就终于程式运 重新运行 assert head 判断它 然后呢 处置化元素个数 Length等于0 接下来呢 我们就复制这个元素了 复制这个链表元素了 for int i 等于1 i 小于 等于laLength 让i进行自家 这里面首先我们取出第i个呃元素的值 放入1当中 la.什么呢 get elm get elm 取出第2个元素的值 放入1当中 放入1当中 然后呢 将这个1呢 插入到当前单列表的表尾 insert elm1 将它呢 插入到我们 当前这个链表的这个 表尾 就可以了 好的 这个呢 是我们的 拷贝 构作函数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 复制面算符 L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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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erator,参数为Cost,BlackList,ElemType, and RA 好的,它是将我们单量表LA的值复值给我们当前的单量表 先判断它是不是等于我们this 不等于this 则进行复值,取被复值单量表的长度 Lens等于la.Lens,GetLens 接下来我们定义这个元素值 ElemType,E,清空当前的链表,Clear 然后复循环将它复值 for int i等于1,i等于la.Lens,i进行自家 Function滑体里面我们先取出第1个元素的值放入E当中 然后将E插入到我们当前链表的表位,InsertElemE 好的 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当前的链表呢 它是为空的 然后呢 直接把它这个E呢 插入了我们当前链表的表位 就可以了 如果说 我们LA等于this的话呢 就直接return this就可以了 return 新this 就可以了 好的 到这里呢 我们的这关于我们这个lank list 也就是说是我们的这个单链表的 所有的这个操作函数 都实现完成了 包括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构造函数 吸钩函数 以及求链表长度 判断链表是否为空 清空链表 便利单链表 元素定位 求指定位置的元素 设置指定位置的元素 删除元素 在指定位置插入元素 在表位插入元素 复制构则函数 重载 复制运算符 等等呢 这些函数呢 都已经给大家这个讲解完成了 就说是实现完成了 想必呢 大家呢 在这个 后面的这个 运算 就是在后面的这个 面试过程当中呢 一定呢 就说是对我们这个 对我们的这个知识点呢 进行这个应用 当然我们在呃一般呢 就是在我们面试的时候呢 要么呢 就是给给出你一个这个node 呃给出你一个node 然后呢 让你对这个node呢 进行这个相应的这个操作 呃要么呢 就是写一个这个链表 呃什么呢 呃写一个这个链表 来清空链表或者是给链表当中插入一个元素 或者说是删除链表当中的某一个元素 呃或者说是清空链表 清空链表 呃一般呢 遇到的情况呢 倒不多 呃插入元素跟删除元素呢 是我们面试过程当中呢 经常要用到的一个考察范围 包括我们呃这个求元素呃指定的这个位置呃元素 呃都是我们这个考试的一个这个重点 好的 呃关于我们的这个呃单链表呢 呃关于我们单链表的这个呃讲解呢 就到这里的去讲解完成了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他这个作业 作业 作业的话呢 我们就是在我们上面定义了这个属于自己的单链表之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这个是实现 链表类函数 并且 在曼函数 中 应用 好的 呃链表考点呢 呃单链表考点呢 就讲解完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